刚进来 然后我看这有不少的线车 好像是咱们应该是不用坐 好像我看坐的人特别少 这是吊水楼瀑布 这个瀑布说是挺好的 说是中国三大瀑布之一 什么黄果树瀑布 还有这个吊水楼瀑布 现在我们空气特别好 我们往前走一走 环境特别好 不愧是5A景区 能挂5A的应该是斗布错的 然后这也是我的第一站 我们现在往前走一走 到瀑布了 再给你们拍 我们到了吊水楼瀑布了 好 现在我们看看 在这就能听到这个瀑布的声音 特别特别大 我们现在 去看看 人间多了 我要找个位置 找个位置 你还要看这种 在这儿吧 你先起点了 太快了 还有四五五十六分钟 二十分钟 好大 这个瀑布的水深应该是六十米 我上网查了一下 应该在六十米 他的 他的 翻面吧 这边就有没有 哇 谁吃牌杆打得我 他这个设计的非常轻轻化 你看有这个混 混替人轮椅很方便 浏览 所以说能上5A其实也是有自己的理由 我们一进听这个瀑布的声音都大 很简单 我都借了 这个瀑布的声音是什么 这个瀑布的声音是什么 我都借了 我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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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迷到十亿呢 游客也挺多的 我们去上游去看一看 近距离看一眼 哇 天呐 看着吓人了 真的有点害怕呀 这水不是很清 下来的时候都 很小啊 大的时候把这个窝 好几道彩虹 是这个窝 打的比这个还要高 是吗 它是从哪儿流下来的水啊 它从哪儿流下来的水啊 它从哪儿流下来的水啊 到南江上游 到南江上游 是吧 对 我天 七几年来说 好下雨 你的水大多 是吗 你的水大病都是 那用水的水 底座还高呢 这个大条很高 哎呦 我天 那很漂亮啊 那水炒都是 土地坏深多了 是红色的 这也挺深的 这属于黄色 刚才一个大爷给我讲了讲 那上面就很平静啊 那上面就很平静啊 好了我要拍两张照